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俩清早的 你干嘛呀 我们 我们什么我们 昨天晚上我们发生了什么吗 如果有发生什么 你要怎么办 苏清澈 昨天喝多了接住我家 什么 反正这个我肯定不穿 我说了那就是个意外 我不相信你什么都没做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都理解 毕竟你单身这么多年了 控制不住很正常 你不会说话你就别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又帅气的陈晨 今天呢我将会和星辰一起给大家推销产品 不不不一定要抓紧下单哦 只有今天有优惠哦 我认识 我认识 今天训练的时候剪刀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那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间 才有意义 我们接吻了 接我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呢 你又找你 你现在就约他 好好跟他表一次白 接吻就是男女朋友吗 可能是吧 或许你应该先表白 怎么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只是一个浅浅的孩子 谁先主动 他 在爱情的战场上 当谁还先爱着谁的时候 谁就输了 咱们现在啊 要想一个绝地反击的办法 您怎么来了 来玩秘识多一点 不是更有意思吗 放心 我保护你 如果 被保安抓到的话 可不只是把你们关起来那么简单哦 他们说 就这么对视十秒以上就会爱上对方 那都是骗人的 没有一决一决 最后一个挑战 第一队找到试卷的男女 在镜头前吻十秒钟 才能解除习惯 如何回复女孩子的执法好了 那就是今天不想和你说话 多说多错 回复晚安即可 不想和我说话 这事反正我们还是退去 够好什么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问你点 我问你点 前任 不是 小姑 前程 好久不见啊 我就是新媒体经济课的老师 唐瑞泽 过去是吗 你是什么 当下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当下 过来一下 这个叫个玩具 这个叫大男人 帮我拉一下拉链 什么 快点 我不好看吗 怎么不看我 我有话对你说 说吧 他对芒果过敏 好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给我吧 我现在不过敏了 好 你之前喝芒果奶茶 都是要吃抗过敏药的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的 各位 前方遇到全体滑坡 车辆已经无法通行 收拾一下装备 看我看得这么入神 苏队长 现在应该不是自恋的时候吧 我只是陈述事实 下雨天山路不好走 下次要注意点 谢谢 来 卫生绵条 绵条啊 我还没交过男朋友呢 那些传言大多都是偏见 他不会伤害到你的 不用害怕 你试试看 你们小夫妻俩就凑合一晚上吧 夫妻 不是 奶奶 您误会了 我们不是夫妻 怎么了 怎么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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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错错错错 怪和生的吗 看起来 很有村草的风范 村荒 你也不烂 我这叫过年的气息 红火喜气 我不打针 这要不好好处理的话 会很严重的 听话 没事 我这个伤 我自己会去叫要读就行了 老大 停车他们要跟你打 我是真的有些不舒服 你再让我休息一会儿吧 男兽找陆群 他肯定有办法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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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知道你那星辰车 肯定要乍翻天 你自求多福吧 再见 你跑什么呀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嘛 对不对 你多肥肥他有这个小孩 我跟你说 我爹地绝对不配你 惊喜 不好意思 今天临时有事 下次再约 高清澈 这么巧啊 这是在约会呢 这是我妹妹高清衣 我俩是青苗竹马 你是 行啊 请你别这样 我是宋星辰 这是谁啊 你好 唐瑞泽 星辰的大学同学 前男友 我以为前日应该都是老死不相往的才是吧 我以为青梅竹马都是纯洁的邻居关系 跟我说没时间 原来是在跟前男友约会 我没来吃饭 就立刻换一个妹妹 还真是选择多呀 唐先生 您现在何处高救啊 哦 现在在大学任教 你和星辰姐大学就认识吗 谈了多久啊 两年 三十岁的副教授 还长得这么帅 那你说啊 宋老板不接受你 会不会因为这个前任啊 星辰不可能对他留情趣 你是 大懒生呢 你们家是不是哪儿漏水了 都渗到我们家楼下了 什么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怎么可能不行呢 来来来 喝点热水 喝点热水 暖一暖 我又不是大姨妈 喝什么红汤水啊 这个为什么这么咸啊 明明是一窝上的 为什么苏清澈就是个可甜可言的编母 这回就是个二十七 你对我 同心了吗 你巴烧在我家那天晚上 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见吗 没听见 能再说一遍吗 我们在说一遍